大家好,我是珍妮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,我想继续分享一款冬日美食,芝士紫薯酥。 这款甜点所需原料不多,制作简单,而最终成品可媲美专业糕点店的美味。 所需食材包括,紫薯400克,鸡蛋两个,芝士碎,白糖,手抓饼,白芝麻和食用油。 准备好所有食材后,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具体的制作步骤吧。 姜子薯洗净去皮,切成薄片,然后摆放在盘子里,放入蒸锅中。 开大火,待蒸汽上升后继续蒸煮15分钟。 取出蒸好的紫薯,放入玻璃碗中,加入15克白糖,然后使用捣泥器将其捣成泥,捣得越细腻越好。 将大约50克芝士碎加入紫薯泥中,搅拌均匀备用。 用手将混合好至适碎的紫薯泥搓成约20至25克的球状。 搓好所有紫薯球备用。 统一将紫薯泥搓成球的效率更高,而且相比一边搓球,一边制作饼。 这样做,不会让饼皮上沾上过多的紫薯。 从冰箱取出手抓饼,用刀切成四份。 稍微解冻后,将搓好的紫薯球包裹在手抓饼中,封口后按压成饼状。 请注意选择品牌好的手抓饼,这样解冻后不会太粘,而且烤制出的成品表皮更加酥脆可口。 质量较差的手抓饼,制作出的口感可能较硬,味道也会有所差异。 在空气炸锅烤网上铺上一张才切好的油纸,然后在油纸上刷一层植物油。 将做好的饼坯均匀地摆放上去。 取两个鸡蛋,用蛋清分离器将蛋清与蛋黄分离,将蛋黄打成蛋黄液备用。 在饼坯上刷上一层蛋黄液,然后撒上一层白芝麻。 将空气炸锅的时间设定为18分钟,温度设定为180摄氏度。 空气炸锅的烘焙过程非常简单,只需等待9分钟翻面即可。 将饼坯翻面后,再刷上一层蛋黄液,撒上白芝麻,然后放回空气炸锅,直到烘焙完成。 这款甜品的外观金黄,里面的紫薯与芝士混合,呈现出明显的拉丝效果。 口感上,外皮酥脆,内里软糯香甜,完全可以媲美专业糕点店里售卖的紫薯酥。 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,如果您有什么建议,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。 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。 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